看看中国大物的新能源车竞争非常激烈 最新消息是比亚迪跟京东合作 他们的签约仪式也盛大的举行了 那必须讲这个京东是电商嘛 跟比亚迪如果强强联手的话 恐怕未来比亚迪又会如骨添翼 而另外我们看到专家讲了 十年之后全球电动车有十强 全球的十强可能中国大陆会占一半 并且这是未来汽车的CEO 他自己说他看好了两家 包括比亚迪还有包括富豪在内的吉利控股 可能会在前十强里面占两席 而另外我们看到比亚迪的巨轮登陆外邦 兵士就说能不能够把比亚迪的进口关税调降 那他讲的就是欧洲的部分 因为欧盟他认为如果欧盟降低 从中国进口电动车的关税的话 那么当地的企业还有当地的民众 可以拿到更好的一个车辆 更好的产品 这是市场经济 可以让竞争来发挥作用 如果你用高关税挡他 那本土的企业或是原来的企业 不见得会好好的发展 而另外我们看到对于电动车来说 巨拨应该是特斯拉 可是最近特斯拉是不是遭遇到瓶颈了呢 我们看到今年特斯拉的股价已经大跌了32% 瑞银就说电动车的需求现在已经慢慢的放缓了 需求没那么大了 那中国的竞争对手全球战率 市战率也越来越高了 所以有可能这是一个超级的一个竞争对手过来了 那价格战现在也在开打了 特斯拉呢 调涨了它的售价 欧美多国的Model Y 它的售价至少多了三万 马斯克的说法是 这个是制造业必然遭遇到的困境 因为有季节性 这个顾客需求的季节性 可能在某一些季节买得少 那我们需要持续生产 所以价格都会有一些调涨 或者是一些调节 而另外我们看到在美国 美国包括TikTok的事情 那怎么样善了呢 现在的最新消息是 美国白宫国安会的发言人科比 他就说 这个白宫支持众议院近日通过有关TikTok的法案 促请参议院迅速赶快来处理 而且已经通过了这个法案 用极悬殊的票数352对65票 所以希望TikTok在165天之内 跟中国的母公司来剥离 否则就要颁布禁令 这个禁令是禁止令吗 我们看到可能美国要下手 强制出售TikTok吗 可是中国可能反对 他宁愿不进去中国市场 他从中国市场来抽离 他也不愿意美国把他TikTok可以拿走 而另外我们看到像这样的安全国安因素 不断的加诸在一个social media上面 恐怕对他们来说 真的是里外都很难做 这个TikTok也对其他的中国大陆的企业 产生了一个示范的作用 或者是给他们一个明灯 所以中国大陆的企业 现在也慢慢的不往美国上市了 过去我们看到2018年到2021年 每一年大概有18个企业 中国大陆的企业在这里上市 到了2022年剩下了三个 所以慢慢的他也不选择到中国大陆去上市了 而另外我们看到王毅 他封城普普 最近是往南半球走 他跑去纽西兰澳洲 启动他的外交战 那澳洲因为中国大陆的外交部长来 所以他也释出了善意 取消了中国大陆的封电塔反倾销的措施 我们也可以看到 包括清中的前总理 在欧洲他叫廷吉 他也意外受邀会面 所以你也可以看到 澳洲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恐怕也会有一番的调整 而王毅 尽管他已经高龄70岁了 可是你可以看到今年 一直到5月 他的所有的出访行程排得满满满 1月到非洲去 2月到欧洲参加慕尼黑的安全会议 然后到了德国 法国 西班牙 他都走了一圈 3月到南半球的澳洲南太 5月习近平的重头戏来了 他要去欧洲 所以看起来王毅 他有的忙了 来问一下两个 两个怎么看 包括中国大陆的商战 跟外交战 这个抖音 事实上现在参议院的意见 不太一致 有一些人认为 就是要听多一点意见 事实上已经有好几个 参议员表态 比如说我们讲那个 伊丽莎白华伦 他不是出来参选过总统吗 他就说 如果要进不能只处理抖音 各个外国的社交媒体都要处理 也有一些人说六个月太短 要更长的时间 反正有一些人就认为 根本就违反言论自由 目前中国大陆 中国政府事实上在2020年 就通过了一个 禁止出口的技术目录 抖音是属于 基于数据分析的 个性化信息推送服务技术 这个是不能出售的 所以事实上不可能卖 也卖不了 不能卖 违反中国政府规定 所以他要嘛就是直接禁掉 所以现在美国就碰到两难了 因为美国众议院 是不是真的要把它禁掉 不一定 美国众议院事实上主要是说 你不能够中国的股权在幕后控制 可是你如果没有字节跳动 提供的研究的技术 你抖音根本就不会那么卓越 抖音就是因为它的数据演算很厉害 就好用 又快又准 所以你很容易找到你的同温层 跟类似的资料 如果没有技术的提供 你怎么可能会有好的表现 所以这里 然后因为今天要选举了 也没有人真的要去得罪那么多年轻人 因为美国登录的抖音的注册者 有1.7亿人 那靠他得到收入的超过700万人 那美国也有做民调 因为大概有一半的人没有用 所以53%的人主张要禁 可是18岁到25岁只有三分之一认为要禁 所以你等于是得罪那三分之二 所以你说拜登到最后敢签那个字吗 因为我认为川普会故意站在他的对立面 为什么呢 因为那个YouTube跟FB 两家公开说他反对川普 所以你说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认为川普就会故意站在一个 比较有制衡的一个角度 那事实上推这个法案最用力的是 北美犹太人协会 那主要的原因是因为巴勒斯坦很多 很多人要登录一些支持巴勒斯坦的内容 都透过抖音跟X 那因为抖音很多人在看 所以以那个犹太团体他们就去做调查 说大概在抖音上面清巴勒斯坦的内容 大概是清以色列的内容的54倍 可是这个可能就是世界的真相 因为现在全世界大部分都在同情巴勒斯坦 所以我认为会随着这个尾巴战争 逐渐以色列被国际舆论所批判 那我觉得这个舆论会慢慢转向 所以你说参议院 我认为参议院不会很快就排这个议案 他们会hold一阵子 那hold一阵子之后 如果他们还有自己的文字版 你还要跟众议院并案 那真的通过之后考验拜登千不千字 那之后还要等165天 所以真正落实口号已经选完了 来 店长 事实上来讲2013年的8月 澳洲就已经对于中国 以及对于韩国 它的一个封电进行反倾销调查 而且在2014年的4月 确定了他们其实就是 实际上对于澳洲进行倾销 所以实际上开始征收反倾销税 但是韩国它在2019年的4月 已经从这个名单上面剔除了 也就是现在只有中国大陆 是被是还在收这个反倾销税的 但是我们现在看来 也就是澳洲工业科技部部长 他已经确定了在2014年 也就是2024年 也就是今年的4月16号 这一个反倾销税结束之后 他就不继续的执行 也就是为了王毅 他要前往澳洲 其实已经营造了一个良好的气氛 那这个实际上我们这样讲 也就是澳洲 那个王毅这次要前往澳洲 他们中国大陆他有请也就是前总理基庭 来一起接受会面 那其实如果以我看的澳洲人报 他这个非常极右派的报纸 他其实是非常反感也非常反对的 但是从极右派的报纸 你就会看到真相 意思是什么 意思就是其实那个基庭他的路线 反而是有利于中澳合作的 那也就是说目前预定在 中澳外交与战略对话的第二天 也就是王毅见过埃班尼斯之后 他就会与基庭见面 那这个基庭其实他被称为叫做理性之声 他一直反对澳洲加入AUKUS 也就是说这AUKUS 我们现在看起来像一团迷雾一样 为什么 因为美国自己他快要 他已经快要连 他自己的战略核潜舰都打造不出来 他说现在他要帮澳洲来做 但是澳洲的问题在什么 澳洲的问题在于他的大学 对于这些核工系的学生 他一年毕业的学生不超过五个 而且你确定这些学生 他愿意进入核潜舰吗 不一定 也就是说现在不但是 要打造核潜舰有问题 核潜舰的官兵也有问题 所以我们这样子一路看下去 也就是这AUKUS 也不过就是美国 要澳洲来出钱 然后要出力 然后来抵制中国而已 但是现在看来 埃班尼斯的现任总理 他的路线可不是如此 来 兵哥 我觉得这个新能源车 当然目前看起来 大陆是占有一定的优势 可是说真的 现在科技竞争这么激烈 像日本这边的车厂 还是押注在轻轮车上面 他们最近也一直在放消息 说他们又获得了什么突破 所以未来是不是一定是这样 当然还是要看大家 到底进展得如何 因为最近也有一种新的说法 是说他们又发明了一种 新的电池比比亚迪的电池 除能更高 所以这个就在看 但是大家看 他那个兵士这个CEO挺好玩的 他好像一副非常大意凛然的说 我们不能够 对 我们不能够这种降低关税 应该要刺激我们自己的汽车产业 竞争力成长 其实他也是故意这样讲 那是因为他们兵士 有三分之一的市场 都在中国大陆 所以他怕万一 德国采取这种提高关税之后 怕中国大陆报复 或者中国大陆政府不报复 可能民间报复 民间说 而且他不坐电动车 对他来讲没差 而且他认为比亚迪的市场定位 跟他是有差距的 所以他不在乎 冲击不到他 对 所以这就是每一个人 都站在自己的利益讲话 那倒是现在被比亚迪 冲击最大的大概就是特斯拉 可是我觉得特斯拉 如果想要去跟比亚迪拼CP值 那他是不会赢的 所以他应该要想办法去 产生他的车子的另外的价值 而不是CP值 你看比亚迪一下子大降价 一下子又涨价 你这样搞的消费者 反而更不想买你的车 因为买你的车没保障 好像我买了几天马上扁值 特斯拉 特斯拉 所以我觉得这个 马斯克自己要去想清楚 至于TikTok TikTok不可能会卖的 我都不认为他 绝对不会卖 他绝对不会卖 他宁愿被你封锁 被你封锁 反正现在年轻人都会用VPN 都会爬墙出来看 也就是这样子 那你就来看我大陆版好了 但是我比如讲 为什么会TikTok上面 你会觉得说 好像赞成巴勒斯坦 同情巴勒斯坦的声浪 会远远大于以色列 那是因为Fastbook跟Instagram 在YouTube全部都在全面封锁 对以色列不利益的消息 他们在ban这些画面 不信你自己去 你去脸书或其他 去发那种对以色列不利益的消息 看看 都发不知 对 要不然就是没什么人看 因为他直接把你挡掉 对 就是这样子 这才是真正的世界 所以我觉得以色列 想要靠这一招去挡住 这个是挡不住的 而且现在整个世界的情况 都已经在变了 至于说现在美国 我个人认为 他们可能会想办法 把他拖到选举后 我觉得 因为TikTok这个事情真的 你要一下子得罪这么多年轻人 拜登恐怕也不会轻易 做这种动作 我认为他会持续拖延下去 嗯